哎呦我去好久没遇上硬茬子了 上来就想把老头关在本要走 要说现在的社会风气 都是被这些老婆子带坏了 这都土脉搏梗子的人了 还把自己当大闺女呢 这么一爹的单身老娘们真是不容易啊 卖了自己给儿子娶媳妇 此时此刻大爷的头上写着三字大冤冢 咱这是正经相亲节目 可不是三农护贫节目 你整这一出属实到翻天罡了 那今天这俩人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咱们接下来是不以待吧 看啥呢 哎 这叔叔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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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走走走走 今天的相亲男主是朱大爷 朱启瑞65岁丧偶 柴油机场退休工资三个千 有房无负担 房子也是小富士人 年轻时还做过买卖在了不少家业 不过大爷的老伴四年前因病去世了 和妻子抗力情深的他造成不小的打逼 为了排解这枯燥乏味的单身生活 朱大爷平常就听听广播作作邪恋 这两件事其实也是妻子生前挨作的 整天摆弄这些东西不是堵物资人吗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别再整个老年抑郁了 夜深人静时总是想起和老伴的点点滴滴 你以前的老伴特别好 从来不再惹我生气的 就连我我连袜都没洗过这么大分钟 裤衩从来没洗过 那你好久还好差溜着呢 家里生活一切全都他包了 他都他管 医生我从来不洗 我医生隔哪都找不着 他给我给我找我换洗医生 他都看我埋子给我换洗 换洗完了这个我洗了 从来不惹你生气 我们俩从来不打仗 拿去 一辈子没吵个鸭 脸儿没红我 有多少有半嘴的时候 但是从来没红我脸 什么事都是好好沟通的说 夫妻还是原片好呀 半路夫妻格杜皮格前任 原本朱大爷就打算孤独终老了 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咱节目 直接给大爷打开了新宇宙的大门 别看大爷现在是孤家寡人一个 年轻时也是风光无间 在那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作为柴油机场的一名工人 做了第一批领头羊下海经商 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发嫁的 以后就下海了 不当工人了 当工人太累挣不多钱 那个挣得多呀 那时候挣钱多呀 做买卖挣得多 上班约挣什么百八十块钱 不合家产 做买卖几天就能挣个万八的 那您现在挑衅也得不错吧 是不是 还行 够休和现在就退休了呀 那您退休的时候单位开多钱呢 不单位开 社保开 开三千多块钱 开三千多的 后期是自己教的 对 吃也吃不少 喝也喝不少 抽一抽不住 抽不住了 完了到老就不行了 一年那么做车也不花钱 果爷给拿钱 一年给七百二十块钱 做车也花不了 朱大爷可真是宝藏老男孩呀 要钱有钱要房有房的 直呼现在有钱也花不出去 现在就差个老太太和他环游世界了 大爷再婚要求也很简单 就两点 红娘小伙一听着简单啊 还以为多高的要求呢 找个差不多的 也得有老宝的 有老宝的 老宝还有这个医保 对啊 那其他方面呢 有什么要求吗 贤惠一点呗 贤惠一点的 他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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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那么乱走 是熟家过日子人的 正经人呗 对不对 您就请等着吧 必须给安排到位 接着就找来了展阿姨 展红云57岁丧偶 社保退休工资1.6个千 外加打工工资3.5个千 无妨有负担 独生子还没有魂配 啥脏活累活 只要给钱大妈就干 这是我儿子办公楼 我儿子上班 我儿子上班 那您平常住是住在这儿吗 还是住在那儿 住在那儿 我儿子走哪儿 我就跟着 跟着呀 一直跟着儿子走呗 他上学的时候 就跟着上学 那咱是那个住在楼上 是不是 完了楼下一楼平 就办公用 对对 老伴去世后 盛他娘俩相依为命 大妈说儿子到哪儿 我就跟哪 从上学到工作 寸步不离 咱该说不说这女大婢婦儿大婢母 她都二十多岁的人了 你还天天跟在屁股后面 都不怕人家小女 还觉得她是妈宝男吗 你这样的婆子 哪个女孩敢嫁下来呀 儿子跟着丫子上学完了 我就跟着 走哪儿跟着 地道的长城人呗 现在还工作吗 我们在上班呢 在哪儿 在饭店 在饭店 这没事 还跟着丫头 就跟着儿子 找活干吧 还是照顾我儿子 主要是我儿子 听见没老铁们 这老太太三句话 不离他儿子 我看不是儿子需要你 是你离不开 他也害怕儿子离开吧 要说这大妈的 心思可真不少 眼看自己都奔六十了 也干不几年了 就寻思着 给自己找个下家 顺便把他宝贝 儿子的婚事给解决了 六十左右的 就那啥就行 不喝酒不抽烟 不喝酒不抽烟的 还有其他的吗 最起码他得有劳保 完了有楼房的 最起码有住的地方 完了得有劳保 本身自己就有退休金的 虎信女的名场面 自己一身累赘还要求人家 就怕一会儿 你自己打自己的脸 多了不说赶紧见一面吧 没想到大爷多的 唆唆的不乏 让展大妈有遇见了 说说不咋一只声 阿姨你也做 你也做 这个好内向 他就是白说话 白自身的那种 看见面的时候 感觉这个阿姨 对他印象怎么样 挺好 挺好的 然后那个介绍自己的时候 怎么没多说两句话呢 也不会说 没搞个对象 哈哈都大火烧竹林 一片老光棍子了 还有啥不好意思的 大爷讲话了 我还没这场子呢 等我坐下等着 接招我大妹的 不等红娘 小伙开口 他就主动出击 家孩子干啥呢 现在 我家孩子在上班 在办公楼 给他上班 你儿多大了 我儿今年都二十四了 二十四了 嗯 还没生家呢 没有 就那哈 有对象 有对象 都在一起 你能收入多钱呢 我自己现在 一个月三千五上班 你现在上班呢 嗯 那你不是三千五了 你挣三千五 你家老婆 还是多钱呢 也得看两千多呀 嗯 看一千 两千块钱 一千七八百块钱 这老头行了够直接 不像提点别的活跃 以下气氛 直接担刀指入 提开钱 眼看对方出招 大妈也开始亮剑 老头子你等着 还看我咋拿捏你 接下来的交谈 算是中老年相亲时长 为数不多 颠覆三观的名场面 如果要是那啥话 我儿子能接受我儿子吧 我儿子那个没结婚呢 结婚话要是 如果要孩子要花钱 花啥的能不能帮你吧呀 卖老娘换新娘 俺的三观也是碎了一地 把卖自己的钱 给儿子过彩礼 你可真够可以的 避殴的否 人活要脸 树活要皮 我刚开始还替你儿子 赶到丢人 现在看来你儿子 也没啥本事 这都让你出来卖了 不过就这样的奇葩要求 没想到朱大爷 居然答应了 那真没帮啊 那不帮能行吗 家家谁让孩子 自己能挣钱养自己 都得结婚都得成孩子 那自己的挣钱 刚刚挣钱能够还吗 就得老子帮啊 我现在这没啥负担 我公共有结婚了 也有孩子了 不用管他了 我说不用管了 那你儿子不管谁管呢 当老子就必须管了 财礼呢 能花多少钱呢 要三十万五十万 你到头了呗 他能要三千万两千万你吗 不可能的事儿 要就给呗 那不是咱一家两家事儿 大事小情啊 人人都能做 咱们也得 随成大溜啊 是不是 哎呀 你大呀 还是你大呀 把三五十万 说得跟三五百似的 咋的东北彩礼 都是三五十万的要吗 俺第一个亲娘 四舅奶呢 让七七这单身 汉子的活呀 该说不说 现在这大闺女小媳妇 二婚比头婚要的还多 万子鲜红一片绿 车子不能低于二十万 村里有家市里有房 上车里下车里 改口费都是一瓦其部 怪不得这会单身 汉子这么多 真是举不起了 大爷答应得如此爽快 让大妈始料未及 本来是想着 有早没早打一杆子 没想到 真让自己打上 不过展大妈 这是也开始疑虑 其中不会有啥陷阱 等我跳吧 那你那啥 大概你有啥毛病吗 没有啊 我又喝酒毛病 抽烟毛病 要说老头子这岁数 抽一点小酌两杯 也没啥大碍 年轻时就是靠着吸烟喝酒 他买卖的 现在比那时候好多了 不怎么厉害 尽管如此大妈的脸 当时就不高兴了 抽烟喝酒 我还烦了抽烟喝酒 抽烟 你死不了 那个 本身我家那个原来就是 他喝酒 喝酒 他要不喝酒 他死不了 你真是 就喝酒抽烟 我喝了吸了这么多年 也没凉凉啊 咋的让你这么一说 我是不是明天就要八人一桌搂席了 不过大爷相中他了 大妈说啥都不生气 这老头看样是人傻钱多类型的 这是大妈就要开始发功了 咱俩结了婚 我也得照顾我儿子 你老实的嫁给我出钱 我去贴给我儿子花 最起码他得给你看孩子 给我儿子 看孩子 接孩子 送孩子 那样 不都得他 他上班 我上班 跟着一块走 对 一块走 没想到没想到 这要求大爷竟然还能接受 果然只要演员过去了 心甘情愿当那个大院种啊 就一句话 你只要给我暖杯 我测我 我的钱房子都是你们的 不过大妈这还不知足呢 看老头好讲话开始 变本压力提高筹码了 如果我家孩子要跟他 要是说上你家去 就是我孩子没有 今天没有娄三没有 要是说结婚的话 最起码得有个地方住吧 是吧 你那能有地方吗 他骂了个八子 我想上去删他 咋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真把大爷当成提款机咋的 要多少有多少要啥给啥 咋的你真把资格当大闺女了 先说你有啥在讲你凭啥 老逼凳子真是给脸不要脸的 大爷也不可能灌着你那臭毛病 那没那地儿 没那地儿 我那我那 我那天 我这个房子还有姑娘 阿姨的意思是说 以后您带着您的儿子 还有儿媳妇 然后去咱叔叔家去住 那最起码的 要是干啥就得那么点 那是不可能的 咋我走哪 我得带着玩 一旁的红娘小伙都无语了 这工作五年 虽说啥样的老头老夫都见过 该说不说这样的伴侏 老婆子还真第一次遇见 你儿子都二十大几的人了 又不是吃奶的孩子离不开人 整得不值钱的一出干啥呀 我说啥事都跟着走 我们让儿子一定有自己的生活 他自己生活的那啥 他该上班上班上班吧 儿子愿意让我在那孩子找一个 说我这负担太重了 这些年最早也太好了 他愿意让我呢 哈哈你这儿子真是大孝子啊 不是嫌你负担重信疼你 是觉得你自己给他挣钱买楼太慢了 想让你找个冤大头给他钱娶媳妇 这样以后也不用给你养老了 这照可谓是一箭双雕啊 我就先想卡他一下 看看啥样 他有啥感情呢 我就想卡他一下 先看看 去你奶那个腿吧 看你这次出我都来气 你还想试探大爷呢 我都想七里咔嚓给你两刀 这老女人是想把老头的家底都榨干 然后再敲骨戏削折腾完算了 不能把老实人罩死的气哦 那就是咋的 我就跟我孩子们说 我们自己挣钱 我也不找了 那行那没关系 完了之后如果就是说话以后 还能这些合适的再给你介绍吧 那行 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赶紧滚犊子吧 遭老婆子 别搁这丢人显眼的 回去搂着你的宝贝儿子好过吧 啥也不是散会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更新到 对此老铁们有啥不同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感谢您的点赞和关注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